好 不过从大陆来的还有一对新移民他是谁呢 猫熊 时间过很快来到台湾住 已经快要届满一周年了 正在期间前日团团演员长高又长胖哦 上演员就长高了52公分 团团也变胖了有4公斤 这一天寒流来袭部对猫熊来说却是特别开心 他们很喜欢这种气温 不时小跑步吸引民众的目光 就是如此可爱的模样 已经为动物园带来了300万人次的参观人潮 算一算这门票收入可能有1200万呢 哪里跑啊 跑起来呢 看起来呢 我第一次看他跑 我来跑起来 第一次看他跑 云云迈开步伐 小跑步 小朋友难得目睹 别看 别尖叫 国小幼稚园户外教学 老师最爱选这里 他可不可爱 可爱 有没有感觉很大只 有 远远跑到哪里 小朋友就指到哪里 猫熊来台就要买一周年 这对宝可是长高又变胖 远远从118公分找到170公分 一年的时间长高了52公分 团团更健康 不但长高了又变胖了4公斤 团团来的这一年呢 他的体长是有拉高的 猫熊卡哇伊的模样超吸睛 动物园预估今年猫熊馆参观人次能够突破300万人 以一张成人票60块钱来算 团团圆圆就为动物园赚进了1200万元的门票收入 好可爱啊 跑回家了 参观人潮一波接着一波来 隔了一年时间想看猫熊的民众平日来不用抽号码台 免去现实的扫兴规定 民众停住的时间更长 猫熊带来了商机更有上涨的趋势 TVBS新闻刘一昆 城市碧特别报道